董事館 好 現在我們經過iDee的介紹 他就說有一家普通澳洲出名的西瓜蛋糕 大家見到我們是會在桌上有兩碟蛋糕 一個是西瓜蛋糕 一個是泥芝蛋糕 一個是泥芝蛋糕 大家看到它說中間這一層是西瓜 真的西瓜 大家看到是西瓜 上面那層是有一個斯卡比利 還有一些好像是婚姨草花 桃花的物品 多少錢是嗎? 100元 100元一塊 你那層好像比較漂亮 我喜歡你那層好像比較好 因為現在這個位置 有點辛苦 我就應該再加多一點 大家看不到我上面那一刻 看不到我發現到 知道嗎? 好了,不客氣了 有點不適應 嗯 給我一點驚喜 我會叫西餅蛋糕 很少開來吃到有這種的口感 還有這種的香味 我覺得最主要的分別就是 中間那層是西瓜 西瓜那層有什麼用呢? 就是讓你吃下去的 很涼 整件事很舒服 它面那層乾了一些花 它的味道整件事是超級尷尬的 所以那層又不會搶掉整個蛋糕的味道 好,那我先試完另一個 這個是荔枝 因為我剛剛吃完西瓜這個 再吃荔枝這個 反而荔枝的味道 都比剛剛西瓜蛋糕都搶了 我覺得 反而這個不是很特別 而西瓜蛋糕那邊很特別 因為西瓜蛋糕那邊是有個西瓜 還有呢 就是剛才所說的 就是那些光花 光花的狀態真的很重要 光花令整個蛋糕的層次感不同了 是呀 花籽呀 還不知道是一些 荔枝的東西 其實是綠色的 是 它會中和一些甜味 是 反而這個荔枝蛋糕就是比較 怎樣說 很甜 我覺得是偏甜 應該是先吃荔枝 西瓜 就會覺得 剛剛好 很甜 被人搶了那個光芒 很漂亮 我們不記得拍照 對呀 不記得拍照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機會來到這間店 吃這些東西的話 如果點了荔枝和西瓜的話 一定要先吃荔枝 先後再吃西瓜 City開了一間 Bread Star 就可以吃到這個西瓜蛋糕 如果不是的話 之前要去New Town 根據Hidy以前所說 要吃這個蛋糕是一件很難的事 因為它很快被人賣 主要是說 這款蛋糕是比較 出名的 而且是很多時候都會賣掉的 這款蛋糕 我覺得西瓜蛋糕一定是必吃的 因為它那種層次真的差很遠 如果我們下次還有什麼推介 就到時再告訴大家 下次再見 大家記得按個讚 有什麼想說 有什麼想補充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說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 按個讚